大型卡車進進出出 但工地裡頭沒有工程在進行 因為強震 台積電全台建廠腳步暫停一天 後方這一整片就是台積電寶山二旗的工地 現在正在蓋二奈米廠 不過因為今天強震 所以怪手還有挖土機都暫時停止作業 等到一切檢查無余 才會重新動工 台積電地震SOP最高標準 保鮮旗艦即使沒有損害 也先停工檢查 對晶圓代工重鎮而言 地震發生就是工程式的惡夢 很高機率要緊急待命 就怕任何損害讓晶圓變成報廢破片 因為藥價不菲 根據研究機構消息 二零二零年無奈米先進製成晶圓 每片報價近一萬七千美元 二零二三年三奈米晶圓報價 高達將近兩萬美元 預估二零二五年二奈米 將超過兩萬四千五百美元 而台積電不只地震SOP 建築都是內震結構 國泰政席顧問通路訪查後指出 台積電廠房設計以七級為主 目前部分石英管材破裂 線上晶圓有部分毀損 部分機台停機檢查避免偏移 預估影響工作時數在六個小時以內 對台積電第二季 財測影響約六千萬美元 毛利影響低於零點五個百分點 影響有限 以其說在接下來面對現在的不確定性 不如我就先把廠房 而利用最先進的這個地震的標準 來去進行這個檢視 從建廠開始就是最高標準 現在耗材設備廠也緊急支援 全力配合讓影響降到最低 三類新聞是關於聚友新竹報道 在南部電腦最高標準的 安到赤十日間 在南部電腦最高標準的 為 driver的最高標準的 在東部電腦最高標準的 視頻